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哥,我回来了 回来了? 是的,妹妹,你最近在学校学了什么? 我最近学了很多关于祖国的东西 接下来几堂就会学有关中国的人口和城市 老师说,让我们学多些有关中国的东西 然后带我们去中国不同的地方参观 回来做专题报告 这么好? 哥哥,不如你多说些关于中国的东西给我知道 好,那你想知道什么? 嗯,中国是不是有好多人? 是的,中国有十三亿人这么多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现在全世界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除了排第二的印度有十亿人之外 其他的国家人口数目远远少过中国 就好像第三位的美国,人口就有二亿七千万 第四位的印尼,人口就有二亿一千万 而第五位的巴西,人口亦只不过有一亿七千万 可想而知,中国人口是多少? 哇,原来中国有这么多人? 是啊,不过中国的人口分布就很不平均了 有些地方就很多人住 而有些地方就很少人住 那哪些地方多些人住 哪些地方有少些人住? 中国近海的地方比较多人聚居 而在内陆的地方就比较少人住 近海地区的城市数量比较多 而且比较大和发展得快 内陆地区的城市数量比较少 而且比较小和发展得没那么快 而中国很多比较大的城市 通常都是一个省的省会 嗯,哥哥呀,什么是省? 什么是省会呀? 嗯,就好像一间学校那样 为了方便管理 会将同学编入不同的班别一样 同样道理,因为中国很大,人口很多 为了方便政府的管理 所以就需要将中国分成很多个不同的地区 有些大的地区就叫做省 现在中国就有23个省 例如广东省 我们熊猫家族的故乡四川省 湖北省和黑龙江省等等 有省政府设立在那里的城市 我们就会叫它做省会了 例如广东省的省会就是广州 四川省的省会就是成都 湖北省的省会就是武汉 而黑龙江省的省会就是哈尔滨 中国这么大 会不会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城市 当然有 不如让我介绍中国几个不同类型的城市 给你知 有国家政府设立在那里的城市 我们就叫它做首都 而我们国家的首都就是北京 哥哥呀 那北京在哪里来的 北京就在中国的北面 它背购一台很高的山 而面向大平原 在古代 由于那里的平原地势低 容易积水 就不方便行走 所以古代的人 就会沿着山边往来 逐渐那里就形成了一个城市 而这个城市 就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 北京曾经是很多个朝代的首都 很多皇帝都在北京兴建过宫殿的 例如 战国时代的燕国 元朝 明朝 和清朝 北京现在就成为了我们国家的首都 哇 原来北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那一定有很多历史文物留下 是啊 虽然今天北京已经很现代化 建了很多新式的高楼大厦 不过 北京仍然保留了很多历史文物 而故宫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故宫 又叫做紫禁城 它是明朝和清朝 两个朝代皇帝居住过的宫殿 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宫殿 在故宫的外面就是天安门 天安门对开的广场 叫天安门广场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足足可以容纳一百万人 那么多 哇 一百万人 那不是很大 是啊 中国很多全国性的大型活动 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就好像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 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除了故宫和天安门广场之外 长城也是北京另一个著名的历史遗迹 长城全长有6千多公里 据说它还是在太空上面 唯一能够用肉眼看到的地面建筑物 哇 好威啊 那哥哥 长城本来是用来做什么的 它起了多久啊 长城本来是用来防御北方外地的入侵 它已经有超过2700年的历史了 啊 看完长城 不如我们看一下天壇 天壇 是以前皇帝用来祭天的地方 皇帝在这里祈求上天保佑 希望国家风调雨顺 五谷风修 而天壇的主要建筑物就是麒年殿了 你看下它多有气势 哥哥啊 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是哪个啊 当然就是上海啦 嗯 上海在哪里啊 中国最长的河流叫长江 而上海就是位于长江的出海口 因为上海是位于长江的出海口 长江沿岸城市生产的货物 好多都会由长江运到上海 再转运到其他地方 原来那么多货物都已经由上海运到其他地方 难怪上海会那么繁荣啦 是啊 上海在近这100年 一直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 也都因为这样 上海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居住 现在上海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了 今天上海的发展 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高楼大厦临立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黄布江边的东方明珠电视塔 有468米高 差不多有香港的太平山高 它是上海的标志 哇 那不是很高 是啊 除了东方明珠电视塔之外 外滩也是上海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外滩在很久之前 已经是上海的商业中心 有很多外国银行都会在那里开设分行的 直到今天 外滩依然是这么繁华 在入夜之后 危额的建筑物加上摧灿的灯光 令人觉得外滩格外迷人的 而到了早上 又是另一个景象 有很多人会在外滩散步 耍太极 甚至是跳舞的 外滩真是日夜都这么多姿多彩过 哥哥 除了上海 中国还有哪些出名的城市 嗯 还有武汉 武汉 在哪里 等我告诉你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 它是湖北省的省会 武汉是由三个镇组成的 它们分别就是武昌 汉口 汉口 和汉羊 它们合称为武汉三镇 武汉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 它也是全国重要的交通书楼 那为什么武汉会是重要的交通书楼来的? 你看看这张中国地图先 红色的部分就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你看看武汉位于红色部分的哪一个位置 嗯 大概是中间位置 啊 我明白了 因为武汉是在发达地区的中间地方 所以由武汉去中国的发达地区哪里都这么方便 没错啦 由于武汉在长江的中段 长江上游和下游的货物都会经过武汉 运到去其他的地方 再加上中国主要铁路 京广铁路都是途经武汉 所以武汉就成为了重要的东南西北 水陆交通的运输点了 不过讲开武汉 我们就不能不讲其中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啊 就是热啦 武汉夏天的时候天气会好热 气温通常在摄氏25度至35度之间 有时还会热到四十几度 哇 四十几度? 香港三十几度已经好热 热到要呼冰和吃冰 四十几度就热死人 是啊 除了武汉之外 长江流域还有两个大城市 重庆和南京 它们在夏天都有四十几度那么热 所以这三个城市 合称为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 哦 妹妹 你听过武昌起义没有? 没有 在九十几年前的中国 正正就是清朝时代 当时的政府 满清政府非常之腐败 人民生活很痛苦 所以那些人就起来反抗了 结果就在一九一一年 人民就在武昌发动起义 最后就推翻了满清政府 建立民国 而这件事就叫做武昌起义 当时起义军的指挥所 就是这座叫红楼的红色建筑物 哦 原来武汉除了重要的交通书楼之外 还发生过这么重要的历史大事 我以前看过一些风光画策 发觉中国有很多城市的风景都很漂亮 哥哥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两个风景优美的城市 给我知道 当然可以 啊 妹妹 你听过桂林山水夹天下没有 听过 不过就不知桂林在哪 桂林在广西 她美丽的山水是世界知名 那里的山很特别 好像一粒粒棋 散布在草地上面 在那里的水很清 清到可以见到水底 桂林的泥缸 山清水秀 景色真的比画更漂亮 是啊 真的很漂亮 难怪这么多游客游览 咦 哥哥 我发觉泥缸的水不单清澈 那些山还很有特色 咦 哥哥 这座山这么有趣 好像一只象在喝水 咦 这座山就叫做象避山 它是桂林的标志 传说象避山原本是一只仙象 后来有一只妖怪 趁它喝水的时候 用劍钉住它在地上面 于是它就变成一座山 而桂林另一个特色 就是有很多石灰岩洞 七星岩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岩洞 这些石灰岩洞通常都会很大 而且里面还会有很多中雨石 这些就是中雨石了 中雨石由洞顶掉下来 多有趣 妹妹 那你有听过明文于世的西湖十景没有? 没有啊 西湖在哪里? 西湖在杭州 杭州就是浙江省的省区 自古以来 它已经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 在七百多年之前 意大利有一个旅行家叫做马可波罗 当他来到杭州的时候 对这个城市十分赞叹 还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 杭州的美主要集中在西湖 西湖风光秀丽 景色迷人 自古以来 已经吸引了很多诗人 写了很多诗词去歌颂他 西湖真的好美啊 西湖十景是指哪些景色呢? 西湖十景就有新旧十景 加上就有二十个风景点 例如 蘇堤春晓 虎跑梦泉 和三潭印月等等 这些都是著名的旅游明星 嗯 中国的城市又有特色又那么漂亮 我好想快点有机会去游览一下 不用急 一定有机会的 不如现在让我们快点撑船回家 拿一本相簿出来 给你看看我去过的中国城市的相片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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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